外界抨擊根本是恐嚇取材 而現在這名男乘客 他沉寂多時終於在臉書上 他就說自己當時用詞語氣 不夠委婉客氣 被這客運公司誤認識在勒索 所以他也因此來道歉 我希望得到回覆是司機被開除 然後另外因為我錄影 然後我想問你們有沒有意願 跟我買斷這個影片 以10萬塊的金額 賣10萬元影片的畫面發酵幾天 外界不少人看來都認為不妥 而男乘客沉寂多日也發文說明與致歉 先是強調因為經營自媒體 因此出售照片和影片是收入來源 認為純屬商業議價行為並不是恐嚇 另外也說明開架的依據是 意測國光客運對於公司安全形象而開架 但當時驚魂未定 用詞語氣不夠委婉客氣 也鄭重道歉 但不少民眾都不買單 似乎就是怕構成恐嚇取材以及輿論壓力 男乘客趕緊致歉 畢竟拿著對方把柄開架 不論真正用意為何 恐怕都會被誤會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2 3 3 4 2 4 4 感谢观看